看到这里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说中国里面新增5491宗确诊 有1人死亡 那你信不信呢? 当然不信 一路看下去 这叫中共在中心公布 过去一天新增5491宗 一宗死亡 有很多病例来自广东最多 有2400 北京908 福建520 为什么欧洲或自由世界 有些国家拒绝中国人入境 甚至你看回 昨天有报道 BBC也有报道 有两班机去意大利 发现一半人都是确诊的 这里公布5491宗 可以这么说 在中国里面 只是一个愿 死亡人数 随时都有差不多 因为你看到影片 观目 尸体 也摆满尸体 知道怎么只一宗死亡 所以这些 越是隐瞒 你想想 中共清零清零了几年 就是隐瞒这些数字 现在解封就爆出来了 全部爆 根本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到这些萝卜 堆满了一个山丘仔 有些人去收拾 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你看到 这个叫做中共玩清零 令到这些物价不断上升 上升了 解封了之后 这么多人确诊 你看到很多网上的 新闻 甚至有报道 财经新闻 也有报道 就说中国里面 有什么车厂 甚至外资的车厂 甚至厂 都说中国里面 感染人数 是没有人开工 令到有些生产市要停产 就说到这些了 萝卜 你种完之后 一定要靠一个 运输渠道 运出这个 叫做市中心买的 那现在问题 就说 运输 在中国里面 运输 变成运私 你看到中国里面 24小时 运输 甚至24小时 消失 加上感染人数 感染人数 已经有些人感染到 连起都起不了身 怎么开车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去了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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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运输 所以你看到 现在这个运输成本高 根本令到農民 真的 就算你怎么抬高价格 怎么加价也好 基本上呢 都是蝕到入育的 加上 你知道中国里面 贪污 严重 中间又要被人吃一笔 更加令他好伤 索性 就把萝卜倒掉 所以你看到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叫美丽中国 甚至说美丽中国 你看看 就是说中国里面 现在的殡仪馆里面 已经排队 甚至你说要死亡症 才可以在殡仪馆里面走 全中国 不是只是什么 广东 其他 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有 都爆了 殡仪馆 所以你做这些殡仪馆 真的 现在长有长做 肯定是变了铁饭碗的 就是不优无公开 你看看殡仪馆爆棚 亦都说有些殡仪馆 你要消失 甚至收失 就要抬高的价格 抬高价格 你看到之前 就说上海 就已经有人在街上 烧尸体 现在就说 这个美丽中国 现在 自己尸体自己烧 你想看片 就是听力人看 個人意见 独立思考 港元 就是看起来 你 看起来 你 你 就看起来 你 你 你